台北市今天開始開放這個 BNT這個小孩疫苗 可以在學校租 晚上有哪兒 他們去人不愛租莫德納疫苗 以這個台北市府市長 黃山山今天去民團國秀看做的 自本有一百三十幾人是經這個莫德納 後來有一百十四人是挑戰 學黨拜對當台北租疫苗 台北市二檔BNT疫苗開始租的頭一天 台北市府市長 黃山山早早就去民團國秀來看 現場幾位有這個報道区 勤進区 住社区 還有觀察区這些空間 好像表示說 學校有簽對這個四段 年級來作混流 一早的時間一開始七點五十 到八點二十 是施打我們的兒童成人的BNT 還有我們的莫德納全系 跟莫德納半季 八點二十以後就開始施打 我們兒童的BNT 那若開放自動BNT的疫苗之後 是不是出現說沒要做莫德納的這個狀況 黃山山就說確實是有這種情形 民團國秀家長會 會長看中的儀表是說 比較容易可以做這個飛水之後 這樣想很多我們本部議員要來住的家長 這邊都會來住 所以他的住社率有超過誤 想 當然其實有一些群眾效應 就是當大家覺得說 好像兒童BNT比較好的時候 那自然在我還沒有能夠做決定 我自然就會選擇 那我也要跟著打兒童BNT 那這個是目前在家長群裡面 比較容易出現的一個現象 在民傳國小看起來是有的 因為他原來是有135個人 後來有114個人抽單 所以氣打超高達84% 的確會有這種狀況 黃山山進一步隨便說 進政除了開放這個 像夢來移獄的1萬9千多的名牌以外 在那學校租的名牌是差不多有5萬至6萬左右 亂問說可以快點在那6月抽山進政 把這個二棟疫苗給主好算 北市也有占對疫苗的闊口 來把中央生親 記者 綜合報道